哈喽大家好,我是Iris 那这个视频呢,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从初中高中在人大复中 本科在清华,以及上了博士在John's Hoppings 一路以来上名校的一些收获和体验 以及想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学霸的圈子是什么样的 我初高中在人大复中的六年呢,应该是我最骄傲自豪的一段经历 也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人大复中的学生有多自豪呢 就是我到了北大清华,经常会在校园里面看到穿红白校服的人大复中的同学 现在都说人大复中流传着一句话叫 现在不努力,将来去隔壁 其实在我印象中这句话倒是没有很流行 因为对于人大复的很多同学而言 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北大清华 而是一些美国的藤校或者是牛津剑桥 而且我们当年学校要求即使出国的同学也要参加高考 我记得我们年级当时年级第一是北京市的高考状元 年级第二就是一个出国的同学 而且人大复中是那种什么样的优秀的人都有 既有IMO金牌顶级的大学霸 也有看似跟学霸完全不沾边的搞电影,搞音乐,搞艺术的 所以人大复不光是培养学霸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大学在清华稀里糊涂上了数学系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感受到了自己和顶尖的搞数学物理竞赛大神之间智商上的差距 不过我也因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第一次接触到了竞赛大神这个圈子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并不是在竞赛班 所以并没有接触过 我也开始慢慢的学习竞赛大神这个圈子的语言和这个圈子的一些交往模式 比如说大神之间都喜欢互相膜拜 一开始我非常的不适应 但后来慢慢我也就习以为常了 所以在清华接触的大神的圈子跟高中我周围的学霸的圈子 其实还不太一样 不过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 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 自己也成长了许多 后来我出国来到Johns Hopkins读PhD 那GHU今年也是保持了全美前十的一个排名 我的专业生物统计呢 也是在统计大类里继续排名前三 我最大的感受 一方面呢是文化上的一个全新的体验 那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真正离开家了 开始慢慢学着独立这样一个过程 以及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世界一流的科研是什么样子的 是一段非常独特的人生体验 大家可能觉得我已经很学霸了 但是其实在我的圈子里 我就算是比较弱的那一种 而且真学霸大概率不会有时间和兴趣 拍视频做博主 来跟大家分享交流这些东西 那我周围接触的学霸圈子里面的顶级大神 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大家对学霸都有几个误区 第一个大家会觉得学霸之所以成为学霸 一定是他们学习很刻苦 每天花超长的时间来学习 这个其实要分情况 像我这种能力不太行的伪学霸 就需要每天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学习 除了学习之外没有什么精力来干其他的事 但我见过很多能力很强的大神 他们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可以学得很好 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很有趣的普遍的特点 就是睡眠的时间很长 大家印象中的学霸可能都是那种熬夜学习 调灯夜战的那种 但其实像比如我的大学室友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12点钟之后睡觉 充足的睡眠使得他们在清醒的时候 可以看书效率特别高 比如当时大一的时候我们在学书分高代 大神一下子就能理解那些很抽象的数学 不像我要看很多遍 而且看完就忘了 所以他们花在学习上的时间看起来没有很多 而且还有时间拥有自己的爱好 比如高中竞赛班的大佬们都喜欢打桥牌 我大学同班的男生 他们要是熬夜的话也是在熬夜打dota 而且我认识的很多大神都精通一门乐器 比如钢琴小提琴 而且大家也有时间谈恋爱 所以真正能力强的学霸的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 第二个我知道很多人对学霸的误区是 大家觉得学霸不打扮不运动就一定长得很丑 这个我就不予评论了 但是我见过太多美女学霸 智商都在我之上的那种 而且他们非常漂亮 身材皮肤都管理得很好 生活方式也很健康 所以真的不像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学霸都是很邋遢 然后找不到男女朋友的怪胎 第三个对学霸的误区 就是很多人觉得学霸的性格都很古怪 大神的智商确实高于常人 有时候脑回路可能跟正常人确实是不太一样 会给人一种不好接近的感觉 但我认识的大部分学霸 性格也很好 只是大家会比较骄傲 有分歧的时候讨论起来会比较激烈 不过大家都是在一个友好的环境下 客观理性地进行讨论 我上名校最大的收获就是 因为在各个领域都接触到了非常优秀的人 会知道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会让自己一直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不断地去学习去进步 我可能在很多人眼中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但其实每次我听到别人的赞美说 哇你真的好优秀啊 我内心都深知自己跟真正的优秀 还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这种内在的压力会推动着我不断地去进步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上名校的一些收获体验 以及我周围的学霸的圈子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 记得多多三连支持并且转发关注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